最近蠻不勝利的 感覺自己的決策好像不合主管的意思 不知道該怎麼做 很想符合主管的預期 但又覺得自己不像自己 超級困惑 感覺是不是自己想不夠細心 或不夠貼心 通常我會建議 直接約這個主管 午餐的時候請他說 可不可以請你吃個飯 然後或者是上班時間的時候 喝一杯咖啡或什麼 那你就直接跟他問就是說 很抱歉就是說 我自己對這件事情 我很看重他 我很希望能夠完成 你想要達到這部分 但我覺得我好像 並沒有我在設想來講的話 有些東西好像並沒有那麼精準 所以我想請你可不可以 讓我知道一下 有哪些點你覺得 我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然後呢跳到什麼程度 那甚至是說 如果很指定的 就是很明確的說 哪些東西我沒有做到的話 我希望聽到就是說 批評也好 讓我可以進一步 趕快把這件事情調對 那這麼直接的 执求來講的話 我相信那個主管 應該也會 希望能夠提拔你 這樣不要去做猜測 因為我跟你講 猜測太累了 不要浪費人生去猜測 就执求直接就去問了 然後問完之後呢 我馬上 馬上就會寫一個內容 然後就是寄信任的說 很感謝 你剛剛跟我講的 我記得是這些東西 重點是什麼 那在我的公司喔 我的員工都知道說 我每次在記錄這些東西 我都是寫 我會去 譬如一個小時 會有兩個小時 會有一個 我就會一個 非常非常長的這個內容 那這個內容呢 就會讓我更清楚知道說 喔 我 那天學習到的是什麼 對方的角度是什麼 我們兩個有共同交集的什麼 我們共同下一次可以執行的是什麼 然後我方要先有什麼動作 然後在對方會有什麼動作 我會把這種東西全部記錄下來 然後就會提供寄信給我跟對方 不管是一方兩方多方 那這樣的話就會一個很好的 的記錄的部分 那通常長官如果看到你這麼細心去做的時候呢 然後隔天你要再做什麼事情 馬上就執行 他跟你講十個點 你先不要做全部 你只做選擇一個點 是你完全miss掉的 把那個東西盡量的完成 主架幹完成之後呢 再敲一下它 就是說 你講的這十個點 我都需要努力跟改進 但我想要先做出一個 其中一個 麻煩你操控五分到十分鐘的時間 幫我看一下 再看一下說 我的方向跟哪一些東西 跟你教我的 到底還是有沒有什麼差距 如果有的話呢 我趕快再去調整 對不對 你讓主管就表姐知道是說 他教你的 你有馬上拿去應用 馬上想要去調整變得更好 那他就會給你上有很多的信心 你就會有很多的credit 然後加上你 立刻的 急速的就是隔天 馬上就是出來的時候 那他說OK 這是對的 馬上就可以衝 就往下衝 那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在於對於主管 贏得他們的信賴 信心 安全感 然後那個感謝都會有 那當然事後玩呢 假設都玩了之後呢 別忘了請他吃 吃一頓飯 或者是不管是男生女生 真的是寫一個卡片 寫說 謝謝你抽空那個時間 然後 這件事情對我的人生的意義是很大的 因為你變得更好 更有價值的一個人 然後也要希望讓他知道 感謝他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下次再去問他 他應該就會更容易的去 直接跟你講說 你哪些可以改進 那你就會漸漸漸漸的 更快速的變得更有價值 完成度更高 執行度更高 判斷力更精準的狀況 但是呢 這裡面我都沒有講到你自己嘛 你持有感覺就是說 自己的意思 好像我自己人 人不見了 OK 那這個就是我要跟你講 一個叫做隱藏式 兩邊 這裡是你的主管 這裡是你自己 通常做事情的時候呢 他看到的一些世界 他有一些資訊是你沒有的 所以他的判斷力 會是稍微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為什麼是像一個樹林 你站在一個樹林上的最高點 看到的就是 一堆樹的尖尖的點嘛 因為他看的那個是那個面向嘛 那如果我們是在中間幹的話呢 我們的視野看不到很廣 我們看到只是 其他樹枝、樹幹的 的中間而已 身體而已 這就是 因為你的位階不同 所以看的角度不同 對你的執行的細節的重點也不同 再加上你的職位上 你要背負的責任是不同 你要做的事情 是在問取主管的時候 從他的 跟你講的一些交代的事情 去推測 他看的程度跟高度 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到底在哪裡 跟他是有一個錯頻的狀況 所以在執行這些細節 除了乖乖聽話去執行 千萬不要忘記說 你失去自己的靈魂 自己的思考 不用這樣子想 而是 他的位階 因為跟你位階是不同 所以他所需要的事情 跟你是不同的 不代表說你的想法 他拒絕 而是你先提供給他要的 那在這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我是你 我通常都會隱藏一些 我自己 我自己 很想要做的方向 然後我把它暗插在裡面 就是說 主管 這是你想要的A跟B 可是呢 這個是我覺得 好像也不錯的C 那這個C方案 額外的工作 但是就是自己的靈魂 自己的思考 自己覺得應該是對的方向 提供給對方 那這樣子 他最後還是選擇他要的話 你就可以 到時候私底下問 就是說 不好意思啊 那個ABC 我覺得A 你選擇A去執行 我做了之後 我覺得那方向也是很對 可是呢 我覺得C也是一個 很好可能性 可以麻煩你分享給我 如果C 如果C 加上什麼樣的調整 你覺得你就可以接受 或者你覺得 也會變成一個 蠻好的方式 或者是C在什麼狀況 來講 會變成一個 也是不錯的選項 所以就是 那個環境 你從那個問法 就可以聽到說 主管對這件事情的判斷 他的思考 他的判斷 他的決策的流程 到底是什麼 那你就學到了 那這樣你就會了解說 喔 不是你失去了自己的靈魂 你都一卻一味的聽從他 而是 你知道說 為什麼 你在當下 那個環境 他的判斷是 可能沒那麼適合 他不是拒絕你 而是 沒那麼適合 但是他的 反而想說 欸 萬一 他沒有講出來的話 有可能是 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換到另外公司的 這個狀況來講 反而你 C 你的這個見解 跟你的方向 反而才是最好的 那你聽了 你就會覺得 好像不是 而是那個環境 跟那個時空背景 時間點 是不是 比較好的 依照他的高度 依照他的 職位 依照他所承受的壓力 來講 他的判斷 是個比較好的 決策 只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對跟錯 只是在職位的不同 所以這是一些 我的想法 給你做個分享